3月21日,国立阳明大学与国立政治大学举办了国际产学联盟结盟仪式 仪式后并举办研讨会,探讨AI智慧荧光经济与生技金融产业发展主题 贯穿AI智慧、金融、长照三大学业 也要谢谢大家来参加我跟周校长的结婚典礼 非常谢谢科技部有这个产学联盟的机会 让台湾、阳明跟产业界练结 更高兴的就是把我们的这个产业联盟 跟政大的这个产业联盟再连接起来 我们过去跟政大已经有很多的合作 但是从来没有过像这一次这个正式 要把我们自己的研究的这个专才把它连接起来 让这变成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服务产业的基础 我们今天特别高兴的就是对于政大来讲 我们能够跟长大学做这样的一些合作 让政大有机会 跟在这个医学这个区域的这个研究的老师呢 能够真正的结合起来来解决我们在台湾 其实在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老原化的问题 医疗的相关能力 提供好的这种 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这个sluiting的这个建议 那么我想 杨文教学老师也有机会 经过我们跟我们合作 也能够比较知道 那么在科学生意义之外 我们怎么样去看这些问题 可以产生更不同的一些看法 一些sluiting 那我们跟阳明大学的结合 我们真的非常希望把金融大数据 跟医疗大数据来解决 台湾现在最重要的那个高兴社会的 很多重要的问题 阳明跟政大希望做的事情 就是希望把金融科技加上智慧医疗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非常多的科技技术 让医疗现在在做一个 医疗服务产业的改变 那我们也看到这些技术 像包括AI区块链 还有大数据和医疗人网 这些也在金融科技带来 非常多的创新 那这样子的一个创新 还有很大的一个数据资料库 透过这些科技的加集 我们就希望能够在台湾建构一个 从退休的需求 在地老化 在宅照顾还有健康促进 这样的一个更安全的 医疗网的一个环境 一样是沸腺癌 为什么有很多病人治疗的成果 不太一样 好像没那么单纯 不是从显微镜下看就可以了 一直到现在的基因检测 我们可以发现说 同样叫做肺腺癌 有不同的基因表现 它们跟不同的药物的敏感性一样 这件事情是很大的进步 我们现在可以透过 大数据跟人工之问 回过头告诉医生 一些过去医生观察不到的现象 这个现象会让医生回过头 重新进实验室 从动物实验室 去验证说这件事情是怎么存在 这是我们很大的挑战 所以我们很期望跟医业去结合 跟ICT跟智慧医疗 跟人工智慧去共同结合 去做什么一件事情 我们更希望是创造新的医疗知识 这件事情才可以让台湾真的走向国际引臺 所以那我就想请问一下各位 就是说是不是可以 刚刚谈到经济一个那么大的面向 就请你们从你们的专业 还有你们公司里面 推出了这个核心的产品跟服务 来看哪一个领域 哪一个你们现在或者是你们现在的核心专长 哪一块领域是最具商机 而且是最快能够有一个具体的商业模式出来的 这样一个 可不可以请大家先分享一下 我做ICT的人 我也许就想到 那我是不是要在家里装个开放 Malik那件事情 可是Malik那件事情 其实也有一些问题 也有那个 比如说我担心它会不会跌倒 可是它意识里面 我就不能 总不能给装个开放 那你就会在想 那Malik那刚刚副校长其实有提到 其实你有雷档 雷档是可以穿过墙壁 那你就可以看到它有没有雷档 但是又没有迷失的温度 像这样子的device 或是这个服务你把它开发出来 就有这样子的商机 好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就比如说 那这样子东西一样可以用它有两种东西 因为里面那个一堆的人跑来跑去 那通常在台湾目前我曾经那个 我父母因为有一段时间 不方便送到安全去一段时间 我发现很多是有问题的 所以说那个 那个 那个 其实看顾的人很少 那一样你也希望这样做这个事情 所以再降心一下 但看顾很少有很多原因 尤其是成本啊等等的原因 那科技都可以用心来套向 这样子的东西都可以有些忙 台湾现在ICT 你走到有这种一变的那个时候 所以跟以前的环境其实都不一样 研发能量其实是有不足的 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我们现在需要一业结合 需要那个产学合作 所以我想就是说政府在 不管在科技部在经济部里 如果可以鼓励 或是大量投资在这样的部分 会让整个那个 不管是从学校这边 或从产业这边 都可以拿到比较大的发展 金融保险也算一个开盒 跟经济融 所以其实他们对这件事情 是用市场在思考的 这件事情就比较不一样 跟台湾是一个比较大的差别 但我觉得撇开政府怎么规定 那人民的需求就是在那里 我们自己可以依照这个方式 去定义我们该发展的方向 那这个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而且我非常期望说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一定要产生出 原创性够高的知识 去带领产业或者是服务 或者是设备的智障 这个东西才可以让台湾 真正在世界上有一个 引领的这个做法 现在做人工智慧 是第一步希望他可以接近人 未来希望超越人 但我觉得推动这件事情 最大的障害就是人 所以我觉得这一类的 实际上应用产业的专家的执着 如果可以放下的话 就会这样做的 就是老年社会高龄社会 这边所面临到所有问题 其实产业化这件事情 是台湾一定要走的路 而且我也不觉得高龄社会 一光经济只有45社 如果从金融来看的话 其实退休理财 应该是25岁开始 然后再来是我们在讲 这个保险的这个产业来说 我们现在在推的呢 可能是一个健康处境 也就是说我们不再是 損害房子 我们等到碰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才去领培 才去解决问题 我们在做的是一个串联 然后是一个 不是只有这个产业横向的串联 我们可能时空上面也是在做串联 所以就是它必须是一个 像其实任公已经讲了 这是一个生态系 那学校在这边所扮演的角色 或者是说我们这一次非常高兴 是用Goria这个国际产学联的角色呢 我们在做这样子的一个 不同领域的串联 那这个串联 学校本身就是把研发的成果 其实我觉得刚刚亮东提到很多东西 就是金融大数据跟这个医疗大数据 怎么样跟产业串联这件事情 比如说我举这例子来讲 就靠心在做人脸辨试 这个人脸辨试 其实不只是用在医疗上的诊断 它还包括这个我们银行开户啊 保险的投保啊 非常非常多 甚至我刚刚有讲健康管理促进 我如果可以透过这个Digital Device 看到你的人脸 而且可以在大数据下知道 这个你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个健康维护方式 跟这个回诊的建议医疗的这个生机饮食 什么样的一个服务 你可以变健康 这些都是即时资讯的一个串联 那我们需要把比如说像这个浩星的人脸辨识 加上AI 再加上非常多的物联网 跟保险做结合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生态性的一个结合 采决人现在扮演的角色就是在让这个障碍 可以更smooth的去做一个排除 那跨领域的结合在不同的专场上 透过这个平台更有效的结合 这个是台湾真的非常需要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政策项 就是比如说像以金融业来讲 法规开放各自的问题 怎么样让金融大数据呢 可以有更好的链接 过去其实保险公司没有办法用 建广的资料库去做定价 甚至也没有办法用医院的资料库 去做到更多的这个保险服务上面的加值 这个都是我们这个也很想做的事情 我们退休后的呢 有将近一半能不做领财 一半 那甚至连银行都没有 他就是等把钱就这样放着而已 那这个点就代表是 我们要退休一方经济 必须要从 让这些长者都把他的 那个什么 经济实力发挥出来 我想大家都知道 任何一个社会 台湾尤其是 大概整个台湾的社会的经济率 会掌握在 现在的四年级五年级身上 这些人已经到了五十岁以上 他明明拥有财富 但是越来越保守 越来越不花钱 那这里面代表什么 那我要安排一个金流 这个金流呢 我觉得是保险业 是受险业 非常有利的一个市场 为什么 因为整个在所有的金融产品里面 风险性相对低 而且可以产生出 甚至是月体节的金流的 大概保险产品 才受险产品 才做得到 我认为这一块是 未来非常重要 因为这一块符合 长者那种 他在安排金流的特性 小孩子大家都不在身边 因为你要得到孩子的一个什么照顾 其实都是家庭有非常大的负担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未来极有可能 必须透过数位的那种行动的给付 或者说是那个整个 包括跟信托的连结等等 其实代表什么 我们未来在整个第三方支付 或者说这些行动的支付 这些都必须是一个非常便利的事情 所以未来我们商品会出来 但是整个未来 不能真的把整个荧光镜给撑起来 我觉得要做更多的严谨 我们未来需要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有温度的数位服务 当然我们很多的科技 可以改善很多的 这样不管是医疗照顾 或者这些相关等等 其实我们都能信这个东西 永远跑不了 你如果让一个长者 就是它能够改善它 它整个未来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状况 我们觉得是 还有一个人性的就是在里面 跟彰工医师这边接触到 也发现到 其实人理辨诊也可以接触到 所谓的灵光景气里面 也可以接触到医疗的部分 那彰工有提供我们很多想法 那我们也才知道 说科技业的东西 其实我们都是做出来 可以做销售 那这是所谓的安理产业的一个销售模式 那包含早期以前在台湾在销售给全世界的时候 也是白盒 我们台湾很会做产品 所以30年前 其实我们在代工跟制造 我觉得应该全世界很难多 一般到现在 其实Apple的手机 或是各大的一些电子产品 都有我们台湾人的在里面 台湾人我们可以讲我们的品质很好 可是我们品质好像也不能一直讲下去 我们刚才也讲了两三年品质了 那品质来讲的话 好我们的交期可能会比人家好一点 那现在大陆人也最伤 所以我觉得30年后 现在我们应该找寻一个 我们台湾人自己的局务 那我觉得今天这个分享会非常好 就是说我们台湾在医疗方面 有很多的支持 那我们在台湾的一些 我觉得应该是台湾人的任性是非常强 那我们怎么结合所谓的 我们在30年所谓的硬體制造的基础 然后在30年的经验 30年的一些文化一些软件的设施 把它结合在一起 发展一个全新的产品 然后再推销给全世界 那也许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全世界 我认为在整个亚洲至少 台湾人是非常有机会 包含整个中国大陆 都可能要以我们作为 林法族的制定的标准 比如说在大陆这块 林法它是不懂的 就好像30年前它对工厂是不懂的 好那我们这个有机会 我觉得我们应该把 我们的产业结盟 把我们的AI的工智慧 包含我们的医疗智慧 然后包含那个 这个长照的一些 像实质的一些 一些学士 把它结合在一起 我们再走一次 算是我们 到大陆的团队去 叫他们如何去建设 所谓的林法族的经济